憲政宜副議長 鄭文燦將對 南亞疾控與詐騙集團 IM.B 有疑似的關係 更加替 鄭文燦今天是對國民黨 七個人拿出個所 也強調說 他絕對可以接受減減 並且來維護他自己的清白 鄭文燦三十一天 臨時出銷 出席公開話題 鄭文燦將在臨時報文表現已經有請 律師來提供 包含國民黨 臨土 臨家昕 臨國春 臨金潔 頂七的人 葛基氏絕對會負責減減 我們支持政府院長提出 這個法律的行動來遏止抹黑 並且來維護他自己的清白 行政議長有丹建人機器提供 鄭文燦辦公室也發聲明 報告說 五月全國委 竟敢不來接受境界人數的清徒 對這件事 國民黨議員領土 也調開去吃火 共調說他不怕被告 會順利來提出了議 正式把鄭文燦選前 當你這個文燦告一次 我就再講一次 而且我越講越多 越講越細 領土人調在鄭文燦在 鄭文燦在鄭文燦任來 跟詞騙集團 涉入北極差跌的佩案 由於是讓鄭文燦副市長 李憲林丹入 當初辦公室主任 這是不是有適合 雖然鄭文燦在這幾年 已經提供領土做搖滑 但是國民黨今年這件事 所以桶文燦爭 下雨